各位晚安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時間有點亂 香港沒有改時間 美國改了時間 我打算一般的節目都是晚上 你們香港晚上10點開始的 所以我就跟Lucy推遲了一個小時 原本它一般香港時間9點 晚上 我這次為了我大部分的節目都是10點的 變成廣傳媒那天就11點了 因為廣傳媒那邊 他們在西岸溫哥華那邊 就起不了身 所以我就奏他們 但是10點鐘這個空檔 我覺得是最黃金的空檔 所以我就跟Lucy商量 就由香港時間10點鐘開始 但是我們要盡量利用 因為觀眾習慣了 那個時間就可能看我的節目 多謝各位 我現在就由紐約州的北邊開車去Toronto 哇 我原本打算四個小時 原來那段時間七個小時要開 我早上四點鐘就起床了 開到半路 誰知道在路上要做兩個節目 一個就是Lucy的節目 一個就是廣傳媒的節目 變成沒有了兩個小時 當中沒有了兩個小時 就是說我預計八、九個小時才能搞定 變成很複雜 很緊張 變成只顧著安排時間的 那些題目都沒有怎麼想 昨晚呢 他們法輪功總部 總部就是 第一 我不是法輪功 但是我跟他們關係非常之好 非常之信任 大家什麼都攤開來講 大家同意的也好 不同意的也攤開來講 所以你看到我很多節目都是法輪功邀請我上去的 所以他們非常之給我面子 非常之感激 就是我的廣播 我現在說的不是私業 但是廣播可以去到那麼多人聽 全世界那麼多人聽 這個他們法輪功幫了我不少 而且我根本就不是這行的 那時候在香港開始有幾個 他們 當然我和我女兒做 接著有整幫法輪功鼓勵我這樣 所以挺好的 現在都有 我估計走 當然沒有消失那麼多 但是我比較大家 加起來 幾個台加起來 差不多30萬左右 都不差的 如果是這樣都不錯 但是我跟觀眾的關係相當好 那昨晚我跟他們做了一個節目 做了一個節目 接著昨晚他們請我看 那一齣叫做《長春》 他們就拍了一套 幾乎可以說是漫畫式的 就是用手畫出來的東西 就是很老以前那種漫畫式的電影 那這個呢 就是講他們那個當日 就是當日那個所謂可以說呢 那個他們取締了 就是江澤民就取締了 就是要解散白輪功之後呢 就是過命迫害他們 那他們的反擊 反擊呢 他們就在長春那些廣播電台那裡 就出了他們 即是反擊 用一種宣傳的反擊 那那20多人呢 組織這個反擊的所謂傳媒的運動 都可以一種傳媒的運動 就是變成了人家在長春那些人看電視 可以看到他們的問題說出來的 就是關於怎麼樣迫害 包括活摘器官那些問題說出來的 那江澤民就震怒 震怒就是追殺這20多個人 那這20多人呢 這個長春呢 就是說他們在長春裡面 怎樣給江澤民6.1 江澤民特別成立了一個6.10 但恐實就專門對付他們的 就是要消滅 消滅他們的工 他們根本就沒有反共 沒有反什麼 就是練功而已 但是江澤民覺得這是一種威脅 逼害他們 那就很慘 又死人了 又被人在牢房裡面虐待了 就是非常慘 我最理解 因為我媽媽都被共產黨關了20年了 1956年到76年 到77年才放 就是我們搞了出來的 根本沒得放 那種迫害呢 那些專門是那些英文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那個房間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長期只有你一個人 很多人會瘋的 如果沒有信仰呀 沒有一定的堅強 很多人瘋了 那有虐待啦 早知啦 鎖住你 什麼都做得出 共產黨 因為為什麼呢 那下面的人呢 要向江澤民表示他 他要去盡責 他呢 什麼都做得出 就是現在清零的事情 清零的事情又不讓人去看醫生 又不讓人去 什麼都不讓人去看 這次我老老實說 死人的大陸這個清零運動 死了是講八萬計的 而且不准暴 你想一下 想一下上海 那裡死了多少人 那些人只是失救 失醫 原本去醫院長期要定期去的 去拿藥也好 去滴那些藥 他不喜歡吃的 他就喜歡滴藥 效果都是好一點 一直有血管 都沒得滴 很多人差不多三天兩天就要去一次 所以變了死了很多人 你看到 朗咸平的老母都是 一門口就死了 不讓他進去 最後要做測試 自給你進去 測試又要時間 一談 整個事情 中國過去 過去那七十多年的管治 所謂它的統治 無辜辜 因為下面的人 不敢違背任何的命令 又不肯用腦 不肯背鍋 不肯盡責 不是為人民 它的出發點就是為了服從上面 還有要叫做表忠 表忠和立功 所以它下面的人呢 一誠不變 還要變本加厲 執行它上面的命令 關於現在清零的事就是這樣 當日戴躍進也是這樣的 當日戴躍進也是這樣的 上臂不叫我放糧 我就不放糧 這樣餓死幾千萬人 就是這樣 共產黨就是做得出的 所以這套制度 為什麼一定要消滅這套制度呢 這套制度下面的人呢 因為它沒有這個所謂法律 不講法律 現在就沒有人權保護的 人民呢 平時如果大家發財就好像沒什麼事啊 它最多來跟你收些錢 但是一有事的話呢 它完全不顧你的安全 不顧你的財產 第一 它要做到上面的命令 第二 它滿足自己 所以你說 習近平和權派 共產派 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習近平呢 下面的人呢 就拼命要滿足他的方向 說要打台灣了 現在大家要訓練 就是要勇氣去打台灣 怎麼樣去破壞台灣 等於清零下面的人呢 完全可以做到 完全不用理會那些人民的安危 安全的利益 醫療問題 健康問題 它就是要做到 做到越超出越好 你看到習近平 這次軍隊那裡說話 一定要他們有鬥志 鬥志 一定有鬥志是人民的產品 它為了鬥志 那個代價給你呢 就是人民付出的 所以我不管他是誰做的 共產黨的頭 你找江澤民 溫星發大財 那些錢在哪裏呢 又是人民的錢 他們家族的錢在哪裏呢 又是掛人民的錢 所以一樣 說到最後 就是不同的形式來剝削老百姓 有時剝削他的財富 有時剝削他的自由 剝削他的安全 剝削他的健康 剝削他的教育 剝削我們的文化 就是這樣 整個制度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要消滅共產黨呢 我知道誰做 只不過不同形式 習近平呢 他要滿足他的那種欲望 全力的欲望 江澤民呢 要滿足他的對法財的欲望 那變成呢 誰誰在賣單呢 全部都是老百姓 所有的事情 什麼一帶一路 你說出來他叫那些口號 全部都是拿老百姓的來跟他賣單 所以我看這個長春很值得看的 他們打算去參加比賽的 而且在全世界的電影院都開始播 所以我覺得這個長春 這齣戲就叫做長春 因為在長春發生的時候 和長春圍城是兩件事 另一件事 他那幫人 法輪功的學員呢 就在長春被 在長春被中共 被中共迫害致死 死了多少人 走出來很少的 正式參與這個所謂的廣播 他們拿這些片段的廣播給長春的人民看 不知道有沒有出到長春呢 都是啦 起碼那裡附近都是看電台 整個吉林省呢 長春主要是城市來的 長春的廣播差不多可以講 起碼吉林省一定會看的 很多人就知道 知道中共怎麼迫害法輪功 長春就是法輪功的起源地 所以他那裡特別多人信 還有他們在廣場那裡 就練功 大家集體練功 這個氣氛就很好 完全跟共產黨的關係 就是為了健康 為了精神 為了精神和身體的健康 絕對是有幫助的 這些我們清楚 所以現在呢 當然了 江澤民叫那些人說法輪功是邪教的 任何中間都可以說他們邪教的 根本這些是 共產黨它就宣傳 它一定要消滅 所以我們老實說 法輪功呢 他們呢 被人迫害了之後 他們就很激奮 很激奮 所以你看到香港 周圍在示威 我們就不太明白 怎麼做 我們就覺得他們怎麼這樣 實際呢 就很缺乏人 我法輪功那段歷史 說出來 這個就很需要 我都不是很清楚 說老實話 我都看了出來 但是應該他們呢 做一個法輪功的歷史 說中共怎麼迫害他們 他們到底 他們的教 他們的宗教是什麼 他們的信念是什麼 應該做出的 讓世界人知道呢 不是共產黨說你邪教 普通人呢 共產黨說他就不知道是不是 那他就半信半疑 但是法輪功本身應該拿他們 整個法輪功這個 有一個介紹 對他們的歷史介紹 是怎麼樣 對他們這個教的介紹 我覺得挺好的 他們從來沒有逼我相信 而且從來大家都客氣 因為我呢 出來就是要消滅中共 那他們也是 他們受到中共的迫害 又是要 他們說滅滅中共 當然他們是宗教 所以他要用神的力量 那我呢 我就 我呢 就和他們一個理念 總之中共就是我們的敵人 香港人你現在看到了 我不管藍絲黃絲建制 也好什麼也好 為什麼看到誰是敵人 不是那些年輕人 今次搞成這樣 香港基本上整個香港破產了 是誰搞的 不是那些年輕人 是習近平搞的 上海都破產了 那又關你英俊什麼事呢 廣州又破產了 新界又破產了 那跟那幫勇武英俊什麼事 所以我告訴你 你們以前呢 這樣罵那幫人就是不對 香港過了《國安法》 那幫人說 那這些是罪犯的 這些叫做合謀犯 就是串謀大家一起 共犯用這個詞 不是共產黨的 就是大家一起犯法 叫共犯 所以我一頭到尾 我都說共產黨是罪犯 中共是犯罪責罪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看著你的同黨的人 去迫害香港人 迫害法文工 迫害所有的宗教人士 維權律師 迫害這個 迫害那個 你不出聲 你作為一個黨員 你用黨的名譽做事 你不出聲 你說你不是共犯是什麽 所以我這件事 大家一定會清醒 就算你不敢說出來 但起碼你要明白我在說什麼 要支持我說 我不需要你出聲 又不用你記聲 又不用你給錢我 但你要明白 我要起碼你支持我 這件事是正確的 你說打台灣和我們香港是什麽事 打台灣就是共產黨的問題 他就是要拿他的疆土伸進去 還要伸進去 菲律賓在那裏見了那些基地 在島上見了那些基地 一路伸出去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問題 菲律賓做什麽得罪你 沒有東西得罪你 菲律賓人有什麽 他自己開開心心 這麼多島 是吧 他有他的經濟 你不要理他什麽 就是因為你強他弱 那你就要下他了 那你說這些問題怎麽辦 所以我就說 就是大家要明白 就是萬惡以中共為首 這個現在全世界公願 萬惡以中共為首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公共敵人 提頭號敵人就是中共 今時今日 你不敢說出來我明白的 但是還在這裏用 是這個 挖在那個 說話來的 問題就是中共 中共我不管你做誰 江澤民做的 瘟青炮炮炮炮 炮了你的錢 炮了人民的外匯 自己在家族那裏賺 然後胡錦濤不敢出聲 然後江澤民做什麽 他是胡錦濤 但是中庸貪污 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時代 中庸貪污 因為江家當權 他們栽培了很多貪官 還有做生意的人 你們馬雲那些 全部都是栽培的 但是江家寶和胡錦濤不敢 現在搞出一個疾憾團出來 更嚴重 直接說要侵略 直接是侵略 這幾天在軍隊裡可以侵略什麼 侵略台灣 我們為什麼要響應台灣呢 因為台灣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地方 沒有去到美國那麽完美的 但是人家的方向已經做到很大步 我們香港都沒有做到 民主即是說選舉 我們沒有做到 法治沒有了 自由更加沒有了 我們三樣東西都喪失了 台灣這麼寶貴 可以搞成這三樣東西 中共現在就要推翻它 中共那套制度好一點 它不容許得台灣成功 台灣成功就是反應它那套東西不成功 它那套東西失敗 所以它一定要破壞台灣